中美继续在南海卷力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,该台记者8月10日从日本冲升登上美国海军P-8A海神示范前巡逻机到南海上空巡航, 听到军机收到解放军六次警告,明确表示该处为中国领土,要飞机机所离开,报道着,解放军在广播中说,美军飞机,这里是中国,立刻离开,以免任何误解,美军机组人员答说,我是享有主权或免权的美国海军飞机, 在任何滨海国家的领空之外,从事合法的军事活动,据保美军巡逻机飞越了南沙巡逻次作重要岛礁,分别是主币礁,永属礁, 赤瓜礁和美军礁,都是由中国前海造地,加强军事设施的岛礁,机上船赶系在主币礁上空侦策的86艘船舶, 包括停泊在广大溪湖内的中国海警船,永属礁跑道旁则柳一烈烈机库, 率领机上空军人员的美国海军上位凯伦说, 在大海中央看到这些机场,令人惊讶,美国军方机舰近期独次驶入南海, 今年3月,美国海军驱逐舰马斯丁号更进入南沙美激交12海里范围内,引发中国方面强烈不满, 今年6月,两架美军B-52轰炸机飞越了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训练, 中国斥责美军要无人为,警告奉辞师傅代价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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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